大家好 喜欢茉莉花的花有呢 肯定家里呢 会养上一两盆这个虎头茉莉 因为这个虎头茉莉它的花苞和花朵呢 是比较大个的 而且呢 它的这个花瓣呢 是这个虫瓣的是特别好看的 那么我们要想把你的虎头茉莉养得好 养得旺盛 那么大家在养护这个虎头茉莉的时候呢 一定要满足它这个一透二酸三薄 那么是哪一透二酸三薄呢 那么首先在第一透了就是 土壤一定要疏松透气 这个虎头茉莉的它对土壤的这个要求是非常的高度 一定要疏松透气的这种土壤呢 是比较适合它生长的 所以呢 我们在给它配置土壤的时候 大家可以适量的用一些松针土啊 这类土壤呢 可以让盆土更加的疏松透气 达到一个很好的透气效果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要酸 那么这个酸呢 就是一定要让土壤呢 呈现一个微酸的环境 虎头茉莉它也是茉莉的品种 它也是特别喜酸的植物 那么如果盆土呈锦性的话呢 就会影响它对铁质的吸收 然后导致这里的植株啊 出现这个缺铁性的黄叶 那么我们想要让盆土偏酸 然后呢 不容易出现这个缺铁的情况 那么大家最好就是要用这个洗酸植物性有氧氧液 然后搭配上这个 油酸亚铁来使用 这个洗酸植物性有氧氧液 它可以让盆土了 呈现一个微酸的环境 然后我们再适当的给它补充一些 油酸亚铁这个铁元素 那么你的植株呢 就不容易出现这个缺铁性的黄叶了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要薄 这个薄的就是我们在施肥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令薄物浓 千万不能够施浓肥 它不是洗浓肥的植物 施肥的时候 宁可淡一点也不能够太过厚重 要不然的话 对这个虎铜茉莉的生长是特别不利的 我们施肥的时候呢 薄肥勤施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养虎铜茉莉 大家满足了这一透二酸三薄 那么你的虎铜茉莉呢 想养不忘生都比较难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